很快就能再听到这歌声了 丰麦九年的台语天后将会确定付出 将在国庆晚会唱进台北大巨蛋 只是在这之前 可是引爆南北演唱会大战 如今抢弯 抢人成功 脸书发出五个表情表达兴奋 陈其迈则展现风度 是希望说在未来有机会的话 这个应该在南部 不要太双方再抢 我觉得这样是对二姐有点点难 从七月底 蒋万安突然脱口说出 希望将会复出似乎就正式宣战 北高市长频频对二姐招手 照进意味浓厚 似乎在比谁能够让将会再度拿起麦克风 我本身是二姐将会的歌迷 假如说能够付出到高雄演唱 我想这个是举事翻腾 真的不想输 唱张会名曲无度喊话 终于把二姐拦掉掉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会点头 除了这回是为国家献唱 传出蒋师傅曾打电话亲自邀约 还和张会与经纪人陈子红吃了一顿饭 蒋万去乘这种大巨蛋的这种演唱会的议题 我不认为说他会讨到多少红利 台北市民对他还是比较大的忧心 就是说你还你到底能不能好好的把市长角色扮演好 将近快八个月了 然后才把漏水事情处理好 不论如何能再听到二姐开惊赏歌迷好兴奋 歌手詹雅文说好声音能继续在台湾发生 是件幸福的事 小哥费玉清也说二姐付出是太多人的期待 也是月迷的福音 后辈许富凯听到消息也兴奋点歌 想听拔杯 至于如何一睹二姐风采 官权局说将开放民众索票 粉丝可得做好准备了 明新闻传言文签台北报道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最正确的新闻内容